首次上稿 11点12分更新时间 12点22分 记者刘庆侯台北报道 今日早上八时许 台北市华中桥下露营区内有民众发现停放的一辆露营车友谊 经通报侠馆万华分居东原派出所前往调查 结果发现有一对中年男女和三条狗沉尸在车内 现场内并有已烧称灰烬的木炭 传出烧炭自杀案件 警方根据车号巡线调查 死者一位家住信义区的51计乘车司机黄敏泰 和他49岁的妻子孔文奇 警方从车内找到一张租露营车的收据 发现两人是23日租露营车 且已付清一晚1450元的租车费 据营地管理员向警方表示 两人原本是向他们表示要住到下星期六 且已付了第一日的费用 因此24、25日没有过去打扰也没收费 今早他要前去露营区收费 闻到露营车内传出异尾 才发现人狗沉尸在车内 警方初步勘验 夫妻俩身上无外伤 怀疑烧炭自杀 但尚未寻货有一书 目前已通知家属到场了解 感谢观看